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新款8G小计划 它有喷枪,然后现在有新的气泡笔 还有BIO,这个是生物店做扫形的,可以做我们的眼部 还有这个T型的,BIO是做脸部的 这个是手握棒,专门配这个手柄,就是BIO胃链的 刀型和T型还有一个质能因子,这三款就是有胃链 手握棒是给客户做着的,形成一个腹肌,然后电循环 然后这个是低锤质冷的,然后是用于收入的毛孔 还有镇定舒缓一些腹部位的 现在我们做一些皮肤的导入了最后后期要做毛孔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银锤,然后这个是RF 我是把电能转换成热能,当然我们直观的感应 一定会感觉到那是放热能,做一些导入,装毛孔都可以的 然后看一下啊,这个是刚刚说到有营业电的智能因子 这里有个小瓶子,我们可以把这个下面的金属往下 稍微压一下把瓶子取出来,当然这个会有一点卡的比较紧 然后它这个瓶子打开以后,看一下啊,我就不拔了吧,因为有点灰镜 然后打开以后这上面有一个硅胶,瓶子里是装熔液的,装一些精华的 然后这个硅胶可以拆开,然后平常就把它打开做一些装一些精华 然后再先装这个灰焦头进去,然后再把这个按下来,再把这个卡进去就可以了 这款是有微电,然后导入是做我们的面部的 当然错了这一款的时候,也要用副极棒,也不过是这个副极棒,然后用一个微电导入 这个微电呢,强度是相对弱一点的,相比较这个勺形的PIO会强一些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侧边啊,刚刚说到气泡笔,这侧边有两个瓶子 这个是清水瓶,这个是费水瓶,因为我们有那些喷枪啊,还有一些智能因子啊 这些可以做一些水分的補入,比如说营养液的補充啊,精华補充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说再用小气泡做一些精华補水了 一般我们像这个小气泡,你可以作为清洁用就很好了,然后清洗也非常简单,看一下啊,直接抽出来 然后这是可以转开的,然后清洗,直接就在里面倒入,比如说生里面水,水洋酸都可以的 然后再把它卡上去,非常方便啊,然后这个呢,就是费水,同样是把这个拔出来 上面这个金属银色的盖子转一转就转开了,就可以把费水倒掉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啊,这个开机使用 后面有一个开关,然后我们装的时候会有一些头,手柄头啊 我们不同的手柄头,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插孔的,非常好找 有两个三头的插孔,没关系 那两个三头的插孔,你无论是接在哪个插孔都不影响 因为它都是,它就分别是一个T型BIO和一个杀型BIO 它只是手柄探头不一样,但是接到的插孔没有什么区别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开关,看一下机 好,我们的显示界面亮了啊 看一下啊,这个START,点进去 我们的界面非常简单,有一个时间控制 还有一个就是吸喷笔,吸喷笔 这个小气泡笔就是吸笔了 它通过吸里来让我们的水循环 然后这个喷笔咯,喷笔后面有个盖子 专门装一些那个精华液啊,或者是一些爽谷水啊 一般装些爽谷水会好一点,精华液会稠一点 到时候喷的话,可能喷洒出来就没有那么细腻 你可以用这个BIO做一些精华的导入,会好一些 然后这个吸喷笔啊,这里有一个箭头是控制开运行 还有停止,这是每一个手柄的一个小开关 然后这里有一个大开关,START 点运行的情况下,START 好,可以看到了啊 我们的喷笔,喷枪,再喷气 然后这个吸笔也是有吸力的啊 要看一下这个接口啊,不要弄混了 我们拿回来接的时候,这个喷枪是接第一个接口 就是喷气出来的位置 然后这个吸笔呢,是接第三个接口 直接插进去就好了 记住你插的时候,要按住这个黑色的这个小阀 不要把它拔出来了啊 包括这里也是 这边也是要按住那个阀,不要动,让它动了 然后再看一下啊 不用的时候,这边关掉 这个小开关,紫开关,关掉就行了 然后再看热导头 我们这个IF是热导头,对不对 它是发热的 然后你开,一般不用的时候 你把它调到零就行了 如果你要用的时候把它打开 嗯,然后它会强度越来越强 但是我们建议开始用的时候调到一个中性的参数 然后根据客户的示意度 然后慢慢来增加 然后这个生物垫 生物垫啊,刚刚有说到这个勺型的那个BIO 和这个T型BIO 还有一个智能因子都是有微电的啊 只是说这个勺型和T型的微电强度比较强 同样的参数来说会感觉明显 都要握手握棒的 你要用的时候就把它打开 嗯,不用的时候热到头关上啊 用别的手笔 好,就握住客户一端 握住客户握住这个手握棒 然后我们操作者 然后就做他脸部提拉 这个做脸部的,顺着我们脸部的纹理来做 脸部也是,顺着脸部的纹理 可以递开一些敏感区域,危险区域啊 然后这个智能因子也是,智能因子里面装了精华液以后做脸部导入打圈的啊 它是有微电,但是微电相对来说T型脸部的和少型做脸部的来说已经 相对来说没那么明显会弱很多,因为它是有一个液体的 嗯,还有一个就是说冰封头 如果说你这些参数啊,包括这个西笔都不关,这些手柄都会同时开的 当然你要关掉就把它调低了,会调到零 然后冰封头就打开了,越高它越凉,越冰,甚至往上是越冰的 你感觉到啊,这个是总开关,不用的时候同时关这几个手柄 可以了,这几个手柄就没有感觉了 好,我们还要再说一个,我们还有一个手柄是那个,铲皮,超声波铲皮头 这里有一个电源线接的啊,它可以充电 当然你也可以关掉,把这个线拔掉,它可以单独使用 切换它的标签 好,这个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啊,像这个喷嚣的标签 喷枪和小气泡笔的清洁都很简单 就是说你要清洗不用了以后,要把这个喷枪里的液体倒掉 然后倒上清水,在开始的情况下,打开 然后,然后按住这个,它就把那个小瓶子里的液体就喷出来了 这样子清洗它这个喷枪的管道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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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